金曲獎即將邁入二十五周年 音樂人林生祥十四年前以專輯 《我等就來唱山歌》 榮獲了金曲獎最佳作曲 還有最佳專輯製作人 歌曲記錄了他的故鄉美濃 抗疫水庫興建的過程 最近他舉辦發行十五周年演唱會 林生祥還特別加入了特製的電樂琴 重新詮釋這些音樂 他跟詩人鍾永鋒的新作《我莊》 也入圍了今年金曲獎最佳作詞人 最後能不能再抱回一座講座 我們一起期待 手拿獨特的電音樂琴 搭配唢納以及流行打擊樂 他是音樂人林生祥 慶祝專輯《我等就來唱山歌》 邁入十五周年 當時候就是在我的家鄉美濃 就是政府有一個計畫要蓋水庫 那我們當地人就是有很大的疑慮 包括是斷層或者是說你把森林挖掉 要變成是一個大型的水庫 發現自己完全沒有任何的才能 只有音樂 所以那時候就說那我們就做一張這個運動的音樂 這首歌是在彈我們在九三年的時候去到立法院院 因為大部分的鄉親都是老人家 所以他們去到立法院的時候其實非常陌生 也非常的怯懦 所以當時就有年輕人鼓勵老人家出來唱山歌 所以基本上是講那一段故事 十五個年頭 聖翔樂隊持續用音樂捍衛他們的家鄉 聖翔樂隊持續用音樂的音樂 音樂人林申祥1992年開始組團玩音樂 畢業後回到美農改組交工樂隊 在1999年推出專輯 我等就來唱山歌 抗議政府強蓋水庫 一曲拿下金曲獎最佳作曲人 以及最佳專輯製作人 2002年更榮獲金曲獎最佳樂團 從此確立了他的創作風格 隔了15年再度演出經典作品 林申祥首度加入電樂琴演出 因為他的設計跟電吉他是比較接近 他的演音比較長 那你加了那個Distortion效果器之後 他的聲音會變比較線條型 比較長型的 不像是我之前的樂琴是顆粒型的 跟林申祥長期合作的詩人鍾永峰 今年以新作《我莊》再讀入圍 獲得金曲獎的肯定 更實際用他的藝術表達對土地的情感和行動